你们觉得在深圳买婚房要准备多少钱呢 那今天呢我是帮一对90后的情侣去找婚房 他们的家庭收入大概是50万左右 想找到一套守护120万左右的新房 一起看一下吧 来看看我给他们选的这套97平三房两厅两位的户型啊 首先我个人非常心水的是这套户型的收纳空间 一进门的玄关位置呢 就给你预留了很多鞋柜的空间 可以摆下很多你老公的球鞋 然后这边女生出门我觉得很需要 今天又是美女出街的一天 如果你们入住之后呢 还有别的储物的需求 你可以一直把它延伸到这个位置 所以它是一个成长型的户型 客餐厅是现在流行的一体化设计 空间感很好 好接下来呢我们到主卧的空间看一下 它还做了一个非常大型倒顶的长度达到2米1的入户衣帽间 轻轻松松收纳你们一年四季的义务 放心大胆的买买买吧 它两个次卧也是做了还蛮不错的一个储物空间啊 都是运用了一个榻榻米的设计 如果首付预算在100万以内的宝宝可以看一下这套77平的两房空间 像这对小两口平时在福田上班从贫户过去呢坐地铁10号线也不远 开车的话40分钟就到了 以后17号线开通了也会非常方便 想出去玩了旁边就是万大广场 项目极其乐从小学到初中全学段优质学校 家门口一战式解决12年教育 把老人孩子安顿在这里 我们年轻人呢就专心的搞钱搞事业 怎么样对你们的婚房还满意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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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